我现在行走在银京大道的东段 记得今年2月份 咱们银泰海景花园的一个北京大姐 龙心天下猛女 领着我们去到徐家买离丝花生油 这个片子发了以后 网友反响比较热烈 有的是通过评论区 有的是通过私信 打听花生油产地在什么地方 之后又有一个北京夫妻俩 他们是哪个地方的呢 他们是民族海苑的 还是银海女花园的 他们也谈起了 也是在聊天的时候 采访的时候也谈起了 他们常在徐迹花生油这个地方 来买花生油 而且买了以后都给家人 帮家人买 说这个品质好 所以今天呢我就特意 再跑一趟 再跑一趟给大家探探路 怎么走 现在呢到了银银那道 这个应该是叫 哪个小区的后面 叫龙韵 通往徐家的路吧 咱们现在往北走 一拐过来就徐迹花生油 现炸现卖 这么一个标牌 咱现在就顺着这条路 这条路是通往徐家镇的 咱们银潭通往徐家镇的这么一条 唯一的一条路吧 这条南北路非常的短 大概也就走了几分钟吧 一两公里远吧 就到了这个徐家啊 这边有个牌子啊 前面就是徐家镇啊 这里有个徐家 咱们就把车呢 咱们就 应该是往这个 往左拐了吧 往左拐啊 这边有个徐家这么一个牌子 我记得好像就在这块地方啊 这也是 半年多没来了 然后进来啊 这边有个大树 这个树树林应该很长了 过来以后呢 这边有一个向北的一个小路吧 小路 咱们过来看看 走错了 从我刚才啊 从左路上拐过来这个有大树的一条路啊 咱是往往南走走看看啊 这边走走看看 找不到地方了呢 就来过一次啊 咱再往南走走看看啊 好 我看见那个花生油几个字了 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呢 徐济花生油 哦 这把车就停在这儿吧 徐济花生油啊 在这个位置啊 也就刚才我拐过那个叫徐家那个地方啊 再往 进来以后呢往南拐啊 不是往北拐 看到这个大门啊 敞开着啊 应该是有人在工作吧 咱们进来看看 我记得 哎呦 这里还有三辆什么车 我记得当时就是 哎呦 这么多人在忙活啊 在这里啊 当时一个男老板 全国快递发送 哎呦 正在 你好你好 在在忙活着呢 忙活着 哦 你还认识我吗 嗯 可能认识 是之前买过油吧 对啊 我拍过片 给你还拍过片 哦 现在正在加工生产呢 哦 这是什么流程啊 油就这样出来 哦 这个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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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钢杆 是吧 哦 你们还人还不少 在这忙活 这是干嘛的 这个地方 这个是炒 啊 炒头的那样 哦 这炒的那样 哦 哦 这样子的 这个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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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什么 靠煤啊 嗯 靠煤啊 哦 这边是干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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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杆 啊 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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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花生油吗 大哥 我就说我想因为网友啊 想了解一下这个花生油的地方 我是主要摸地方了 帮大家告诉地方 看你们这个正好看你们这个生产 我就说这个这是干嘛 这是什么流程呢 这不是那个 这个花生原料收回来以后 你看这里面有这种坏的霉粒的 然后经过这个摄影机挑选 就把这个坏的挑出去 你看这边 我先接个电话 这都是原始的花生 这些是我挑完的 这些是我挑完的 这是原料 这花生米刚在冷库里拖出来 冷库你还有冷库 对 这些花生米夏天都放在冷库里 怕生虫子和长毛 然后这边就是经过这个色显机挑选 色显机什么意思 就是用颜色来挑 它就是一个电脑全智能的这一套 花生进去以后全都不用人 就是人工就挑 这个智能就挑了 就是把不好的花生挑出来 牙粒啊 霉粒啊 土块啊 还有这个石子啊 就是说只要是咱们设定的这个跟咱们设定的这个不一样呢 它全挑出来 跳出来 哦 这是挑出来的不好的 对 就你们收的花生里面什么样都有 它把这个好的留下 把不好的 对对对对 跳出来 这样的话 不至于这个坏的这个东西 原料 对 就是这个坏花生 咱们直接就给它挑出来了 就是保证炸油的花生米是好的 炸油的里头没有坏链 你看呢 哦 对对对 非常好 就用它来炸是吧 对对对 这个一会儿就进炸油 这个是给你们送花生来的 这是老板姓的 哦 送花生来了 然后你们收是吧 看你们这个量还挺大的 还行 基本上两三天呢 炸一次油吧 我这边我操作一下 给你看看吧 我操作一下 谢谢谢谢 这样开心 不好的就跟这边出来了 这边是什么 哦 这边就这样 不好的就跟这边还这样 一会儿等一会儿 你先看这两边 对对对 就是刚才那个大小伙子媳妇啊 对对我俩是两口的 油房就我俩开的 哦 你俩开的 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 他正在那个厂房里面 这我朋友不是带我过来以后 他给介绍了一下 你就是说您这个量很大吗 基本上咱家就是两三天能炸一次油 一次能炸多少油啊 一天基本下来就是在四五千斤花生米 能出两千斤左右油吧 两千斤油啊 就两三天就要出两千斤油 对 那你这个销路在什么地方呢 都 你就是爷爷 哎 你好 假设哥 好 好 欢迎 欢迎 好 欢迎 欢迎 嗯 反正是这三零五就是三零五村的都有 哦 客户不确定 哦 主要咱们银潭的夏天多 夏天多啊 嗯 就是我上次上我们家来了两两一对北京夫妻啊 他说他就吃你们的油认你们的油 说你们的油好还望北京那边带 啊这是哪个大哥帮我送广告 我也我也我也 对他给你送广告了啊 这是都是这是口碑啊 我家因为这里的离咱们银潭太远了 主要的就是客户介绍客户就这样带动 我不知道大哥我没念识你 你你你你以前吃过我家油吗 吃过我上次买的吧 我挺好的 你味道是比那个市场买的要好一些 对 非常好 那我没在家应该是因为我对面不炸油 我有的时候不在的 送油啊干什么的 好像我我油房我来的比较少 生产的时候我都在这 生产的这啊 挺好的你生产的人还挺多 刚才那对夫妻我看看 买油呢我我去咨询一下去我看看 行 行你再在这啊 对对对 哎 啊这啊这就是现贯啊 这就是 这个 哎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你们是哪个小区的 雍华园 雍华园的啊比较近一些啊 常常的买油吗 我买了 买了十年了 买了十年了 怎么样你觉得这油啊 非常好 十年了你想想 哦 他的价位 现在价位我也不了解 现在价位怎么样啊老板 十三一斤是吧 十三一斤是吧 不问价格 不问价格 因为他肯定比 炒菜这些有核酸的 要核酸哦 这是人家做生意规矩啊 对啊 我看这油就是 确实不错 你看看 我来拿了吧 哦真是真是不错 晕到里面 哦 对对对 哈哈 这个油炒菜特别香 炒菜香是吧 哦 你闻着就闻着香味了 哦 这个 我 这就是大桶啊 这一大桶多钱 这一大桶十斤的 一百三 一百三啊 十三块一斤 这是真正的十斤 五公斤的十斤 对 我们家人用称称的 大 大 香油 大石墨的 我自己磨的 香油多少钱呢 香油目前三十一斤 三十一斤啊 大石墨的 然后黑芝麻的 这是刚才一个客户感急了 他要买的说 他放到这百万几回来 这样子的 对 对 我看咱们这个 徐家集上好像 也有你的摊 集上没有 我在那边徐银路上 徐银路上 晚上有个摊 我见过 至少一年半 保质期一年半 至少 至少一年半 咱这个油啥都回家 什么都没有嘛 嗯 就是说 嗯 我放到车上 我来捕钱 嗯 这个里面又没有水 就是说保质期还是比较长 这里面热大哥 出来说 哈哈 没事没事 这是生产日期 什么时候生产 都告诉你啊 是吧 2023年5月15号 生产的这一桶里 是吧 那个是130 那个是26 那个是156 对对对对 不问家 对这上面都有我家生产日期 嗯 对是生产日期啊 保质期18个月是吧 对对对 这样子的 其实咱家 我不太认识你了 我不知道你对着我 害我有点紧张 没事没事 然后那个咱家这个花生米半 就是说为啥咱这个油 比较好 客户这么喜欢 就是说主要有这么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咱那个原料 都是我们村主编的 我用的是咱乳山正宗的原料 我不用安徽河南花生米 就是只用我们当地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花生都是我老公他们 他领着人出去收收回来我自己剥壳 然后我那边有冷库 一会儿我带你上冷库去看看 花生米放在冷库里存放 然后炸油的时候过来 经过自选机挑选 就是煤链啊 雅链啊 虫链啊 就是一切不好的 我全挑出来以后再炸油 这样的话就是从原头上杜绝 一些不好的花生进去 因为这个煤链 它不是有个黄曲霉毒 对对对对 你听懂大哥 这个黄曲霉 它是一种致癌物吗 必须要把它挑出去 嗯 然后这边挑完到那边 我们自己炸 走了你妈 就是说然后到那边在自己 自己炸 我们自己去销售 中间没有什么批发商 什么零售商都没有 都从你们去销售 对因为咱家这个利润太低了 就讲当地的原料 就比安徽河南花生米 一击就能高出好几毛 然后我放在冷库里存放 冷库是天下之冷的 然后这边这一套设备 这十四五万 就讲啊 我每一代的花生米 都说销售这些坏的 他们还有人收 几乎就是在两块左右 我就卖走了 你看我这一堆 我现在已经能有1500 600斤了 就是塞出来的 塞卷的不好的 对对对对 几乎是一个半月就能卖一次 跟那墙上那一堆 躺的那些都是 就是说这个成本比较高 人家卖120可能挣钱 我卖130我的利润都很低 所以你这鞋有冷库 你这有冷库 这是一个小冷库 花生米用完了 用完了 然后我大冷库 还有大冷库 我去看看吧 行 在你的这个厂房旁边是个冷库啊 对对对对 哎呦 糊糊的这个 这什么机器 太冷了 我受不了 这么大啊 你进来看一眼 这这有温度 然后这个压水机还在这转 对对对 我这往里面一直 都是这种 那我跟说保温泡沫是吧 对 我这感冒身体不太好啊 对对对 这个刚才走都没注意啊 走过了啊 其实这里就有一个牌子啊 路上就有一个牌子啊 徐济花生油这么个牌子 现扎现卖那个牌子啊 其实就刚才不需要再往里走啊 这我就回去了 现在啊 简单的拍了一下 了解一下情况